第一 侯友宜沒在買賣土地 侯友宜這幾十年他沒在買賣土地 這第一要成親喔 侯友宜沒在買賣土地 第一 任美齡有這個繼承土地 這也要說清楚喔 他也有買地 第三 侯友宜的祖教一間公司叫幼育公司 我這下的三點都不跟五歲 五歲跟請大家糾正 第一個 這間幼育公司友宜友宜友宜這間公司 有在經營文大凱學院沒有出法 對 有收租金吧 對 一年收的不多 按照金普聰的說法是 八百多 只有七八百萬不要亂講 一五零萬 超過什麼兩千萬我告你 我們只有收到七八百萬 第一個 第二個 有沒有去買這個新莊的這個土地買了三次 有 有吧 一百零五年一百零六年 最近一次買是在侯友宜連任的隔天 去年的十二月二十六號 侯友宣誓就職的隔天 再進去買 這三筆土地 幼育公司買的時候都在侯友宜的副市長跟市長的任內 這第二個 第三個 這個都委會 今年的都委會 十一月十七號的都委會 通過 八米變成六米 什麼意思 你這個土地原本來沒有超過八米 都不可以說你要租公 現在改造的六米 超過六米就可以租公 你說超過六米有什麼差別 有啊 農基率在200 比到240 多40% 我們如果要蓋二十六 比多蓋到24 就是這樣嘛 多蓋到24 好 那這一個東西 你如果看鴨皮你就知道 一開始侯友宜的陣營說 我們為什麼還要買旁邊的土地 為什麼要買 因為我們的家人住 住土地要買 問題已經住破破爛爛 侯友宜也說 那五十幾年的家 沒人住 那屋頂都不去 你看影響就知道 屋頂都不去 旁邊沒人住 沒人住 沒人住 小鳳姐 你家裡有一個家 沒人住 去人家住土地 破破爛爛爛 對啊 昨天國民黨還跟我講說 他們要懷念仙人 不是啦 那些所謂都沒人住 那是很久沒人住 所以你沒人住 那些就被牆掉 你就不會降人土地了 好 沒關係 你要買土地 你買一桌就好了嘛 你為什麼買三桌 所以最近這桌 我問你了 最近這桌去年他買一桌 要做什麼 好 現在結論很簡單 第一 侯友宜本人沒有在做土地 侯友宜的女兒開的公司 在新北市裡做土地 我這樣說對不對 這是第二 很重點 他們有賺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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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新北市裡的這個沒有賺錢 因為他們怕買而已 都要賣 他們怕買 還沒賣 他們有去申請突公嗎 沒有 都要賣 因為土地還沒有整合完成 怎麼突公 最好比那二五一二五的 全部都要賺錢 憲才有資料 剛才說不然基地收費 一百五十倍 要去 不可以去 只要五百倍 不可以去 所以接下來就是 侯友宜他們造假開的公司 在新北市裡做土地 五天有眼 衛星有眼 終於還我清白 當時新北市政府拿出 六十八年的空拍圖 跟大家講說你看你看 賴清德老家不在 結果現在事實查核中心 第一個 打臉新北市政府公務局 就在啊 套圖套錯啊 事實查核中心證明卓冠廷講的 套圖套錯是對的 有這件事 也證明了 一九七零年代 也就是民國六十幾年 賴清德老家是存在的 所以兩件事情 已經不用再爭論了 第一個 門牌 戶口名簿 我們已經全部都秀出來了 我連今天連印都不用印了 網路上全部都有了 第二件事情 連空拍圖 事實查核中心都證實 上面確實有房子 不要再講說賴清德家裡的公僚 是新建的了 我現在比較擔心的事情 我不會逼啦 但是你們愛跟我賭嘛 我的議會好同事兩位 新北市議員王委員跟議員資 你們講說之前如果那個 有房子以前就存在 你們要辭職耶 那議員比較要辭 我都跟你講了這幾天而已嗎 我禮拜三跟禮拜二啊 所以兩天前嘛 不過當時我覺得衛浦先知是往定語委員 我們同台啊 然後定語委員就說他們絕對不會辭啦 所以說我沒有要逼啦 你要尊重你的選民 你們是一泡一泡選出來的 要珍惜好不好 我不會逼你們啦 但是... 那時候跟你偷要賭就對了 對啊就你們自己愛賭 那當時我還講說要多加一個侯友語 要侯友語要不要一起辭 沒意思嘛 所以這件事情你現在發現 至始至終就是政治操作 你...你...為什麼 因為最後你發現新北市政府玩過頭 新北市政府當前面在討論說 哇...這一個地上權有沒有什麼問題等等 我覺得這都可以討論 但你回到說 68年房子就不存在 致死不存在 這太寒了嘛 你看這幾天 舉行是不是一堆郵差 對 附近的騎老 里長 國小同學都跳出來了 有沒有...就在這啊 我就想說到底要多少人證呢 沒有...我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大家也都是名義代表 今天遇到一個違建 或者是說一個建築 以前沒有建造死造 那它以前到底存不存在 衡量的方式永遠 空拍圖叫參考 對 市府認定的人到現場就會做幾件事 第一個問附近鄰居 那個...王毅川這間房子 是民國幾年長出來的 大家說我小時候就有了啊 這是一個紀錄 另外一個 有沒有門牌 對 查護身系統 幾年開始這個地方有門牌 然後搭配空拍圖做搭配 所以賴清德這一間老宅 就是從以前就有 然後後來進行了翻修 所以這件事情已經是事實了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看到國民黨這幾天 這件事情比較沒在講了 沒在講了 因為被打臉打歪了嘛 你能想到西北市政 我第一時間說跟我用農業部的 那個空拍圖 被打完臉之後 第二時間講說用Google Map的坐標 再被打臉之後講我是內政部的 然後第一陣部再被打臉 三打臉之後 結束了 就這件事情已經真理 可是我難過的地方是 當一個政府的公權力 為了政治 可以變成利用的工具 把黑的說成白的 然後硬打到底 今天連對一個說真的 賴清德是一個黨主席 副總統選總統的人 都可以這樣 其實我內心想的是 有多少無辜的老百姓 所以你想想看多少無辜老百姓 現在是真的蠻緊張的吧 對 其實多少無辜老百姓 如果你今天對一個黨主席 副總統 是有團隊的人 都可以這樣子處理 有多少人在過去幾年 被認定的時候 是你們胡亂認定 如果不是 那是針對內心黨 就更可惡了 就代表你是政治操作 所以無論怎麼樣 我覺得都要檢討 因為不是有3200坪的農地嗎 說柯美蘭買的 但柯美蘭說 他買地是將來 要幫爸爸蓋佛堂 是我們大家都誤會他了嗎 我告訴大家 因為他回答的理由 常常讓我很無言 為什麼很無言 因為他在這裡面 一直在跟我爭執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就我們原始去講 說柯美蘭有這塊地 然後講說他這塊地 其實坪數 比他哥哥的坪數還要大 因為他在這塊土地上面 他的四筆地號 大概有3200坪左右 差不多1萬出頭平方公尺 所以這四筆的地號 然後看起來是從85年 買進一筆 然後後面90年 再買進三筆 那裡面為什麼有趣 是因為85年買的那一筆 是剛好是被包圍起來的地 他沒有淋到道路上 但是後來90年過戶的三筆資料 看到的是他就把整個 連接到道路上補起來了 就變成很完整的一塊土地 好 那我們在講說 他這一塊土地持有很多年 那我只問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講說他養地增值這件事情 那他很生氣耶 他覺得說我哪有養地 我哪有草地 我從頭到尾沒有講過你草地 但你養地這件事情 我們大家有房子的應該都知道 你要繳的稅就是地價稅 跟你的房屋稅 那你持有土地 你繳的地價稅 你不是等同在養這塊土地嗎 那不是你基本 就應該要付出的成本嗎 那為什麼要面對養地 這件事情很奇怪 就你持有的正正當當 我要蓋佛堂 你就大方告訴人家 3200坪我是為了蓋佛堂 你就這樣講就好了 那第二個增值的部分 來增值的部分 我昨天有給大家看過 這個新竹地震處的資料 他所持有的新竹市 茄冬段的土地 從他90年開始起算 公告地價每平方公尺 舉進我講的是公告地價 我講的不是市價 即便是用公告地價 他每平方公尺 從他取得的時候900塊 漲到去年價格是多少 是2400塊 所以即便用我們講說 最保守最保守的 就算到三倍 不是市價 光是公告地價 市政府的資料 他就大概是2.6倍 所以在這部分 我問你有沒有增值 有增值 所以土地 你有假地價稅 有養地 你的土地按照市政府資料 有增值 然後他在跟我增值什麼事情 他在跟我增值說 我沒有養地 然後我沒有炒土地 我也沒說你炒土地 然後他跟我增值說 這個我沒有賺任何一毛錢 好啦 我也沒有說你從上面土地 你是要賣掉的時候 你是要賣掉的時候 才有賺錢這件事情 但你的土地增值是40 就好像我們說 你的身價值多少 我只問一件事 身價請問是用什麼算的 難道那些有錢人富豪 持有房地產的時候 他是都賣掉的時候 才叫他的身價嗎 不是 他的身價一定是他持有 這些不動產的時候 他換算的市值去推定 他的身價是多少 所以我覺得你如果是大方的 持有這個土地 那你在面對選舉過程 檢視的時候 你大方的檢視就好 你就告訴大家 這塊地 你是怎麼取得的 然後這塊地 你是多少錢取得 然後現在 你要做什麼用途 你不需要跳出來 舉例你去看 我們在檢視政治人物的過程裡面 你只要參選 都會遇到檢視 但我們很少遇到這樣子 當你丟出了事實的資料 你的土地 然後你的地號 然後跟你持有的 增值的過程 他就直接出來 在罵人家說什麼 造謠抹黑 然後泯滅良心 側翼 我在跟你 好好的討論 公共事務 這些你要參選 他就是可受公平之事 為什麼 因為一旦如果你有機會當選 你當立法委員 你領的是納稅人的錢 當你的薪水 你要幫納稅人去監督國政 在檢視的過程裡面 面對人家檢視的時候 直接貼人家標籤 罵人家造謠 罵人家抹黑 那我只反問一件事情 請問我講的土地的數字 對不對 他是事實嗎 那我講你土地爭執對不對 也是事實嗎 那我們講說你那一塊裡面 有一筆是丙種的這個建地 然後有三筆都是農木用地 是不是事實 也是事實嗎 那面對事實 那你就解釋就好了嗎 那你先去罵人 罵完人家罵了一圈 罵人家側翼 然後罵人家 這個講說人家泯滅良心 那我只問一件事情 政治人物在做這樣的人身攻擊的時候 請問你會覺得這是一個四格的立法委員候選人嗎 你不覺得你的回應方式很情緒化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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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